一下去聽到的叫, 後面還有一條沙巴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今集阿火會帶大家入長洲, 跟大師出去打魚 很多釣友都跟阿火一樣坐7點船入長洲 不知道會否這麼巧拍到大家 坐快船閃閃閃, 就進入長洲 跟大師在海邊探望的早餐, 就可以下船出海 想不到今天長洲附近的水都很清 因為這邊經常都是軸水 所以阿火只帶一段槍過來 如果有3-4呎, 已經足夠了 出了長洲的水, 大師說是一般 車遠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咦, 水越斜越藍 嘩, 是這些大藍水, 怎麼搞 嘩, 水這麼漂亮, 趕快去瞭解情況 嘩, 真誇張, 清到全都落底 清到這樣, 拿著槍按鈕都蠻難的 不過水這麼漂亮, 游下水都開心 想打遠一點, 唯有較鬆軟 可以打遠多1-2呎 一落底, 就看到白毛和花柄游來游去 看來今天的海活性都不錯 不過望遠都不見大雨 要游去第二個位置 嘩, 突然這麼大浪 有時候出這些大位, 會遇到瘋狗浪 大家潛水就要小心 在水面看到泥媽在游來游去 不過, 尺寸小了些, 這次放過你 看來吧 知道我不打你, 游回豬頭這麼厲害 很難看 下到水底, 看到大細量, 外面游下游下 不過它好像知道你的槍射得多遠 永遠和你保持一定距離 你想碰到它也不容易 這隻小丑魚就不同了 黏在鏡頭上不停距離 你不走的話, 隨時會咬你的頭髮 其實如果留心點聽, 很多魚都會叫的 一落到去, 看到石頭在走鬼 這些魚一定不會回頭 一落到去, 看到石頭在走鬼 只能撥槍打它 說會閃開支箭這麼厲害 慢鏡看, 原來它在我開槍之前已經閃了 這條魚會拍我開槍這麼厲害 在水面看到它是大花, 猜有一個洞口 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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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發達了 一落到去, 聽到它叫 後面還有一條沙巴 唯有先把花甘菇清除沙巴 嘩, 你不是想走嗎? 幸好打中它 嘩, 到處都是塵 讓它入洞就麻煩 所以一定要把繩子拉出來 出了洞就好多了 paper上水面地向上, 再慢慢便再玩 這條魚看來很細軀 這條沙巴是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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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可 香クサマ, 味道很好吃 reliably, 只好人生做魚 只是個木頭 只會卵在海上, 看得無跡 你只會把魚放越深 這條這麼大, 用來炸魚柳很遠 就吃了 見到白蠟在游泳 但永遠都不在射程範圍 在你面前游來游去又不走 好像想看看你幾時沒氣 你有筷子, 誰教你玩 這樣做, 真是投降 短槍清水, 最好是打洞 不過開完槍很容易攝墊 細卵就不搏力了 這裡有這麼多河鮑魚 條條比手掌大 下面有白粒 所以不攪牠 一潛下去, 有大魚衝過來 不知道是什麼呢 一打, 還扯著走 整群魚追著牠, 游這麼過癮 牠們都出來爭吃 條條的大大餅 看起來都是十斤八斤 這麼大力, 聽上水面也有牌鐵 明明正在打魚 為什麼會變成手師釣魚頻道呢 游到上水面可以跟牠們慢慢玩 終於看到魚了 不停地出師, 足夠好玩 這條黃牆夠大了 這個位置不大得那麼好 要慢慢跟牠們玩 握箭的時候 最容易被牠們發爛 在這時候, 一定要揽緊魚 先把魚捲著才行 這條黃牆夠大了 看起來是十斤 長洲大師最棒的鹹魚 這條黃牆就留給牠們玩 繩子被牠們扯出來 如果沒有繩子, 這些魚真的不敢打 一下子不小心, 隨時槍都被牠們扯走 穿了黃牆之後 再下水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可以打 有成機大眼瘡 這些魚好像大幾多的尺寸 不知道最大可以去到幾大呢 在水面看到三多在游游游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直接潛下去, 可能會嚇走牠 還是在石頭後潛下去, 稍稍一點 咦, 見到牠了 支槍這麼短, 都壓近一點 咦, 中了 打完這條魚黃三刀 可以收工走人 十幾兩的三刀 拼在黃牆上, 像是假的 今天玩到夠了, 可以收工走人 下山打什麼 我聽到你開槍 每個大師都滿載而歸 今天有水清又有魚打, 已經過了手印了 之前試過連輪清三刀 今集就讓阿火和大家做一個紙包三刀吃 我們先準備一個脆肉瓜切片 燈籠椒切成條狀 切好的 矮瓜和燈籠椒切成條狀 切好的矮瓜和燈籠椒, 放在盤子裡 然後加入適量的橄欖油 加入適量食鹽和黑胡椒調一調味 然後拌勻 醬汁的部分, 先加入三湯匙的橄欖油 然後加入適量的白梨香 然後剖少許檸檬皮 再加入半個檸檬汁 按個人喜好加入適量蒜蓉 最後加入適量食鹽調一調味 然後拌勻 用來點魚醬汁, 先加入1湯匙的蜜糖 然後加入2湯匙剛才準備好的醬汁 然後拌勻 這個醬汁酸甜甜 用來點燈籠椒或魚都很好吃 準備好材料後, 就可以包一條魚 先準備一粒牛油脂鋪在底 然後將切好的脆肉瓜鋪上去 三刀魚清除內臟和打完鱗後 放在脆肉瓜上 然後灑少少食鹽 在魚肚上, 塞少許百里香 在魚上, 掃上一層醬汁 我們用另一粒牛油脂蓋在魚上 然後包好魚 我們包的時候要包小一點, 別讓它漏氣 脆肉瓜和魚的水分會鎖在牛油脂內 這樣焗出來的魚就不太乾了 燈籠椒和矮瓜放入焗爐中 用200度焗15分鐘 然後加入一湯匙意大利蝦醋調一調味 三刀魚放入焗爐中 用200度焗20分鐘 我們一開之前用筷子試一試魚 如果魚很容易刺穿就熟了 如果刺不刺穿就焗5至10分鐘 用剪刀剪開牛油脂 然後在魚旁邊放一些矮瓜和燈籠椒 燈籠椒, 大家千萬不要放在魚上焗 要不然燈籠椒味, 就會蓋上魚味 放好之後, 紙包三刀魚就完成了 配上剛才做好的醬汁, 就可以試吃了 可以吃了 魚王三刀 嘩, 厲害 紙包三刀魚 茄子 又說吃幸運 好漂亮 剛剛吃我的魚 很難夾 好多魚油味 給你夾完之後 是不是要蘸醬汁 對, 可以蘸醬汁 魚一滑滑 好滑 真的很滑 真的很滑 很多魚油 真的很好吃 很滑 很甜 對 濕味 不夠味, 可以蘸醬汁 做菜 好滑 超級滑 這一些三刀, 會不會還可以 三刀少鵝 浸浸的就有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三刀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有些沙蟹 介紹一下 很辣粥 哪有條條條的三刀 介紹一下這條條條的三刀 太美了 醬汁 好像飛鵝 辣椒一定不可以和魚一起煮 青椒的味道 蓋上魚尾 魚尖很好笑 好像魚尾 醬汁 吃魚頭 好 好 今集到此 下集見 拜拜 很期待 很期待 有時候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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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